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周四十二点尊详 嘉庚版 周四十二点尊详 会员彩蛋 走吧 走吧 你们倒想要去这几个店 对不对 这个店好像是 这个店好像是 是之前本来说生意的 对 对 对 喂 干嘛做做你自己 就是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小活动 就想来我们店里的客人都要接受我们的挑战 就是我这里有一个许愿品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你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 你们才可以进去探索我们的空间 好 那我抽第一个吧 好 然后每一个问题所有人都要回答哦 第一个问题 你们要真诚 在爱情上我敢 在爱情上我敢 一无反顾 你们觉得他的回答满意满意 满意 他有做到 谢谢 好 换你 在爱情上我敢说不爱就不爱 有点狠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再你 在爱情上我敢 为他写歌 好 什么呀 通过吗 就你们的回答都好精彩 可以 再来 第一个问题过关 是的 我敢对现在的我说 你很年轻 好 永远输 我敢对现在的我说 你最棒 因为 因为 因为我 我最棒就是我的slogan 我敢对现在的我说 可以 慢慢来 慢慢的生活 慢慢的享受 慢慢来 好 那个下一个问题 我本来还想难住你们 没想到大家都回答 我觉得都很难 不然我哪里 好 以后 这个是我跟上连接上 以后我敢 有点接上 因为刚刚那是现在的我 以后我敢 直接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懂我们今天这个slogan 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比较温和 现在就是正在努力的过程 以后就是要更忠于自己想做的事 对 以后我敢杀蟑螂 这个是 因为我姐从小时怕蟑螂 就是我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我真的是怕蟑螂 那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 以后是什么时候 我想看你杀蟑螂 等我没有办法求救的时候 不行 那以后你敢怎么样 我以前都不喜欢爬山 用爬高 以后我敢爬高山 这个好难 不用太高的啦 不用太高的山啦 不用太高的山啦 第一个山也可以 第一个山也可以 我敢爬山就可以 好了可以 好 OK OK 来姐姐 算到 好 我敢对过去的我说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接下来 由我继续帮你做得更好 嗯 你是一个 你是最乐观的 好多多看 我敢对过去的我说 继续努力练琴练音阶练基本功 未来的你在台上才会少出错 好 我敢对过去的我说 你已经很棒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放轻松 哦 放轻松是妈妈的特点 对 你要发现每个阶段的你都是最好的 对 是的 以后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哦 好的 妈妈来 好 打开它 紫色的哦 是红的发紫的颜色 好 所以你还有什么不敢的吗 我也想不出来 对 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敢的 说明我觉得你们家里都是能想到就一定要去执行的 或者是说我现在也比较不敢的是我以前觉得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以前就会想要去蹦击去跳伞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因为看了很多生命可贵 意外的视频 然后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更爱我自己了 或者说因为我会为我身边爱我的人而担心 所以我会觉得我会为了我爱的人也好 也为了我自己更去珍惜这个自己的生命 这是真的这一两年的转变 其实我觉得你们就已经完全只有有资格进我们空间了 OK 真的吗 就觉得你们我觉得就所有我希望来到我们空间的人就是可以快乐 勇敢地去表达自己 包括我们设置这个环节 就是想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可以聊聊天 然后可以说说你们真实的想法 然后大家就赶紧进来逛吧 我的愿望是戴那个头套 可以 你们要不要我可以再帮你们也找一些 就是你们 而且这个跟我的那个颜色是搭上了 你要转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大恐龙 你是大恐龙还是小恐龙 不是我不知道它那个怎么 它下面有一个胶 你们可以自己随意逛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们有需要可以叫我 对然后一楼 这一楼就是有很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你真的在采购了 小妈妈你看这是小鹿 好可爱是粉红色的 我们二楼还可以去DIY串出 然后那个粉色房间超级可爱 你们也可以去那边看 那我们先上去看一下 我可以坐吗 对啊可以啊 你们可以在里面坐 好的 我休息你们坐 这个太小玩了 这个太小玩了 你可以帮我穿一个吗 妈妈 我要一个 你可以穿一个就是非常可爱的那种 妈妈你就随便穿 我想要你获得一米帮我穿的 可是我怕我穿得很难看 你帮我穿一个好吗 那我们有蓝色的珠珠吗 蓝色的珠珠有 那边有很多蓝色的 那这个我帮你收起来 可是我也要粉色的 你要粉色的 好 好了 我可以多一点透明的这个蓝色吗 哪一个我帮你找 好 我先给你收 然后你要给它找 好 你要匀吗 都可以啊 还有这个 这个很可爱 我可以帮你多找一点可爱 这也很酷 还有小贝壳 对 我们要不要一个M 那也可爱帮我一个 你你拉那滴滴可以 找到一个D 给我一个D それで 你挑 有这么多啊 是的有三个 你要红的D还是直的D 對 你給我一個S 就在考驗我的視力耶 好大啊 我好像 我好像在做什麼視力 點錯 挑戰 不行 這個S 我像是 我每次想找什麼 都很難找 有一個這樣的S 可是如果說 你想要統一色系的話 你可能要等我一次 不用統一色系 這麼隨性啊 好 我學變牌的 好嘍 謝謝 我的完成 怎麼這麼快 我的這個也好 好 我來給你串吧 你要自己串吧 我不要 我要姐姐幫我 那我幫你吧 我幫你串 就很簡單 就串這個 姐姐你可以幫我 加一個這個嗎 你放著 沒關係 喵 好 可以了 我就這樣 拜拜 你要如何幫我的穿 眼睛都滑湯了 要不這個做一個手機鏈吧 做項鍊感覺好像 有點短了 好啊 就用手機鏈子 很可愛 你弄得很可愛耶 媽媽 真的啊 真的耶 媽媽你看你還說 你自己不會弄 你是不是根據這個吊墜的顏色來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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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兩個顏色 加起來是很可愛的 OK 這個手子亮 耶 好可愛 好可愛 你看好看嗎 好可愛 這個是 很多 對 然後我這個收個尾就結束了 好 OK啦 OK Let's go 謝謝你們來玩 拜拜 教練 你好 歡迎來到君德山 我是小唐 你好 這是我媽 岳女士 你好 咱們那個護具都帶了嗎 我是都有 但是它現在沒有那支護具 就是它都是小烏龜什麼的 是不是得買一點 小烏龜也可以的 然後我是有板 但是它是板應該是要租 但是它的雪鞋它要買一雙 雪鞋想買一雙 對 好的 我們這兒有好多店 您一會兒可以去賺一個 好的 可以 我們先去逛一下那個雪鞠店 走吧 你好 幫我問一下有雪鞋嗎 有 有女士的嗎 對 其實那灰的挺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好看 你喜歡這個 對 我試一下嗎 那個雪襪幫我們拿兩雙吧 一個粉的 一個藍的就行了 你把這個穿上試 那我現在踩了 哎呦 這好緊的 雪鞋第一次穿都是這樣 哎呦 那麼我站起來 對 您好 咱不是學雙版嗎 你買錯鞋了 這單版的鞋是吧 對的 我們要雙版的鞋 那租 那走吧 就租吧 嗨 辛苦啊 不好意思 走吧 租一個頭盔 這位女士 你好 租一個雪帽 一個頭盔 一雙鞋 行嗎這擺的 行 行 好 咱們這邊租雪鞋 這邊 咱穿多大的鞋 三七 這就三七 怎麼舒服怎麼穿 對 我得舒服點 再租板是嗎 這邊 這邊 咱們先換鞋 然後這個鞋您會穿嗎 這邊 不會 我來我教你怎麼穿這個鞋 把你交給教練了 好 您弄吧 您直接坐這就行 我是不是得把這個襪子穿上 對 對 對 你就穿那個雪襪就行 對 先進去 然後小腿往前貼 貼到這個雪鞋鞋舌上面 對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你們先穿 然後一會咱們外邊集合 好 謝謝 你會了嗎 會穿了吧 會了吧 會了吧 不會啊 我給你弄 我給你弄 一會兒我給你懟進去 你就把這給媽扣上 媽扣上 我來 這 按不上 肥腩扣了 我去 老緊了 現在呢 哎呀 身形 變了 我發現了 那個單板的鞋和雙板的鞋不一樣 雙板鞋太醜了 單板鞋好看 勒死我了 你那帽好看 不行 你的帽子 那我戴不了護帽嗎 沒有 你的頭盔要戴 我不想戴頭盔行嗎 不想戴頭盔危險 必須得戴 算了 你一新手還不戴頭盔 這人 護臉在帽子上面裡邊 這個在前 這呢 耳朵 套頭 帽子 你披著頭髮真好看 好看什麼 那媽臭色 真的好看 很高級 比你扎著頭髮好看多了 臭色 真的很美 行 太漂亮了 你就是雪中小粉紅 這咋 我要問呢 你必須有護具 你裡面那戶都沒有 外戶必須的 到雪地上再戴 沒進去放 不戴 你都沒在這兒戴 你到那兒再戴 都在這兒戴 不戴 你幫小孩一會兒都得戴 一會兒到那兒再戴 我先不戴 我自己戴 走 坐一天 我不戴這個不行嗎 得戴 你沒有護具 我不用 不行 摔壞了 我走吧 謝謝 這有點狼狽 我就說你 能拿了嗎 能 你拿那麼多 我就說你不要拿著那個戴好了 我覺得這小烏龜實在太醜了 再戴沒有內褲 你肯定就得戴這個 不然摔壞了吧 那不就 走 走吧 我們先在這兒把東西穿好 你看你拿到這兒和拿到那兒有什麼區別 先說我沒沒得走一會兒 能美到哪兒去 你就就一勒就得了吧 可以了 行 你沒弄好 你別急 你這不弄好 這都陰天了 媽真不用這個 你別弄什麼 媽真不用吧 你給我找個教練 我就快不了了 那也不是 你馬要滑 他也不能全程護著你 我可小心 你別整了 這邊整不上 媽不用帶 放心吧 你讓我放心 我有內置護具 你要不然我把裡面的戳給你 不用 真的不用 走吧 走 累嗎 累 餓嗎 又累又餓 那我們一會兒吃飯呢 好 走 好暖和 幸福來得也太突然了 動透了 媽媽給你拌拌 你吃吧 你先嘗一下 我要給你拌 我不咋愛吃 什麼情況 是不是記錄下來 記錄他也得給我散他 看不一定 我嚐一口 好 好 媽我都感覺我真的感覺快要病入膏肓 別瞎說 就說自己那種 給你吃 我的衣服好好吃 應該給這幾個攝影大哥一人買根腸吃 他們老累了 一直跟著我們 那你快去買一下 院女士說要請大家吃烤腸 你們統計一下外面有多少人 然後把那個烤腸都包圓了吧 感謝岳女士請的烤腸 我們在劇組 感謝陰洛梅找小湯老師請的白湯老 就這樣 旁邊有家鐵鍋燉具好吃 你可以來 但是你要提前跟大家講 就是讓他少放油和放鹽 老好吃了 那個餅子 我吃撒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天我就有點不舒服 生病了去的 然後呢 我也沒諮聲我在這吃 那阿姨來著說 咋了 今天是不是感冒了 我說你怎麼知道 你這樣每次過來 兩個餅子打底啊 今天一個都沒吃 這很好笑 你们平时也煮去吃的饭 饭店多吗 多 好吃的不多 油鸭早餐巨好吃 我这炫了一碗这个面 香迷糊了给我 累了是吧 特别累吗 累是一方面 你就紧张 就从那上板往下 就是你不可控啊 妈 你在那坡 可快了 都没有坡 不是 可快了 撒不住啊 哎呀 就一直在这样 可下来的 我感觉我明天这都得疼 胳膊太用力了 对 太用力 因为你们单板那个不用那俩 所以双板的吧 就像咱们小时候冬天的花花 那两个处的那个东西 咱俩不行啊 这浪费了 不能吃 还得吃点啊 这个时候就需要谁呢 我爸 你爸啥 你弟 我弟 我爸 他俩家就都解决了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 走吧 饭来了 把妈妈先叫回来吧 妈妈 吃吧 快吃吧 快吃吧 妈妈 我都吃不下去了 我都饿了 吃了 我刚才也在脱子里玩 这种会 会哄妈妈开心吗 嗯 嗯 不知道你跟妈妈出身运行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以前都是咱一起出去玩 这回是你跟妹妹一起玩 到时候照顾好妹妹 你还是个孩子 她是 不啊 我不用照顾 在妈妈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她现在我 她是妈 我是孩子 你感觉妹妹给你很有安全感 是不 是这个意思 对 你们没有什么叮嘱的 也不用测西 嗯 我记有一次你在云南拍戏吗 然后我在 也有 我在丽江骑马 当时我还 我还给你打电话 我说妹啊 那个什么 你注意安全啊 然后她路上就 就流血了 把我给吓在丽江直跺脚 你知道吗 头一次 把我吓回来 那会我有失去的感觉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一下就心就揪在一块了 然后她还跟我拍照片 各种 她撞车的那种流血照片 还搞怪 但是问题是啥 妈妈是新闻上知道的 像坏文 我爸是怎么知道 我爸是同事说漏嘴了知道的 然后我爸就急的都不行了 然后我是在瑞丽找了一个小医院 眼科的那个县缝完了之后 我就第二天回北京 到了机场 老远看到我爸 两个眼睛通红 像个兔子一样 喝什么情况 还好 还好 因为别人跟她说的样子 可严重 是很严重 但当时很严重 因为雪没擦掉 不知道是什么 她一图悬 然后还跟我在车祸前 都跟我自拍 然后呢 我们俩我们 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跟我妈说 对 觉得这个事已经出了 就这样了 有什么事都不敢 你是跟我妈说就像我妈说了 我更害怕了 对 她只会害怕 只会着急 然后慌不着该怎么办 那你在这个时候 你跟她说这些没有用 你就只会多一个人担心 反正你们希望妈妈什么事都开心的 嗯 不开心的话你就抱抱妹妹 没事 就是一会我开心 我就是不开心也是那么一会儿 嗯 哎呀我们出去玩车说点开心的事 我有好多年没去了 如果你能去腾冲就更好了 有温泉 因为温泉太美了 去版纳好 三月份 印象大理也太美了 哦 版纳也好 泼水节啊 嗯 四月份 你姐夫也是旅游达人 所以你走到哪儿到时候就告诉我们 唯一就是去栗江上注意妈妈的血压 如果要去栗江的话 她血压高 盯着她吃药 她自己懂吗 能去下面冷一点的地方 血压会好一点 不是还是看海拔 看海拔跟天气道关心 你们陪上有的时候 陪那边去女儿的血压 妈妈的血压就行 哎呦我去我都不喜欢 别人没啥 反正这是你们俩单独旅行 嗯 之前我和我妹一起走了 然后带着爸妈妈一起走 这是头一次你和妈妈一起走 是我在台湾拍戏 安排汤姆萨出去玩 我在那拍戏 我给他安排好了 所有行程 台湾环岛游 我的天哪 然后我再搬砖 虽然你在搬砖 但是你知道吗 我在海上 那个沙滩上 那个海上有一个岩石 那个礁石上 我站在那 然后让爸爸给我拍照 对 然后一个浪过来了 爸爸说不够不够 这个浪不够大 然后我继续等 然后又一个浪过来了 最后一个浪过来 啪 我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就从沙滩上滑下来了 然后我爸继续拍 然后我妈拿着鞋跑 没有管 我都没拍下去了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叮了鞋 她鞋还丢了一次 妈妈你为啥跑呢 条件反射 忘了牌子了 所以你对恩西 也使稍微放松一点 怎么都能活大 你累了以后 这啥妈呀 记忆逃命牌子 我妈跑得老快 然后我说 爸你也是 你也不说 第一时间把照相机放下 把照相机继续出来 把我那一系列的 都变成了动图 但那个像边不到哪去了 嗯 那样在电脑里 那会儿 那会儿都留心就有手机 这吃的真的 差不多都走的 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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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睡都有 那边就写了 好 嗯 请将今天一堆妈妈 女儿新的认知和发现 写在拼图上 然后打出评分 今天帮妈妈画了妆 然后就很久没有这么仔细看她的脸了 发现她的皱纹好像变多了 就是在我印象中 纹路好像没有这么多 然后状况也是比较好的 可是今天突然仔细看 发现 哇 很久没有这么仔细看 好像多了几条皱纹 要带妈妈好好去保怨 原来妈妈为自己逛街 也能买到很多喜欢的衣服 妈妈的美应该被大家感见 这次在妈妈逛街也是希望她能 为自己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 因为平时可能她去到商场 都是为她的女儿去采购衣服 能看到妈妈为自己挑选喜欢的衣服 我觉得是一个新发现 原来其实她也能挑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 只是她一直没有这个契机 或者说这个时间经理去为自己挑选 她认为自己穿上会变美丽的衣服 所以我也觉得 妈妈的美应该都被大家看见 我也希望冯洛看到妈妈穿上让自己自信的衣服 第一个新干妮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惊喜 也谢谢你记得妈咪永远对你的支持 也期待着属于你 你的Podcast Love 妈咪 继续地画画 You are the best 也是给妈咪 别恩 娜娜 宝贝 今天的惊喜竟然又让我落泪了 我会记得 一 二 三 过三下的 这是我们永远的暗号 和你们三个人的相聚 是我最最最最最幸福的时光 原来妈妈喜欢热闹还外向 我一直以为我陪着她 然后安安静静的 没有很多人挺好的 但没想到原来她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热闹的 然后喜欢人群的 这个我真的就蛮意外的 包括这个外向就是 有些人其实她外向 但是她并不自知 然后她也不承认自己是外向的 就当她能够承认自己外向的时候 她应该就是非常奔放 然后非常打开的那种 就这挺好的 六十岁的人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嘛 从我生病的时候 留下自己年幼的孩子 陪我在医院很细心地照顾我 其实我就知道女儿是爱我的 当女儿知道我喜欢旅游 想上老年大学 尽管她最忙 也抽出时间来陪我 我的女儿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由于孩子们的孝顺 所以呢 我的身体康复得很好 她离开我也很多年了 离开家了以后的变化是挺大的 从孩子对我的照顾 还有保护地说 孩子们真的没有记恨我了 是真的爱我的 妈妈的身份背得太久了 却忘了自己也有无助脆弱的可能 可能她也还是很希望能够有自己妈妈的保护 今天因为后听到了一点 她跟那个 郭老师的谈话 聊天 因为看相册看到姥姥的照片 平时都觉得她还蛮坚强的 蛮乐观的 今天呢 像个孩子一样的脆弱 就是我觉得可能妈妈的身份背久了 她要担当 她要勇敢 她刻意要把很多自己的柔软的情绪要收起来 但有的时候她可能也需要有个格高的帮她去扛事情 就那一刻觉得她像个女儿一样 然后渴望期待妈妈的保护 今天女儿陪我在河边走了很久 柔软话 感觉她很懂我 她很爱我 她也可以很好地理解我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妈妈 长大了以后 其实我就没有再很好地跟她沟通过以前的事情 但是 今天我跟她说了 包括有一些我的想法 有的想法可能是很不好的想法 但是她都可以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她也是表示理解 我就觉得她会很好地理解我 然后其实是这三天 整个下来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妈妈 今天没有想到的是小棠 还有这么多的遗憾 这回我才知道她这个在她心里一直过不去的这个事是因为毕业演出 当时我和她爸爸带她弟弟在山亚 她说别回了 小弟在家你们就陪小弟吧 我演完出就回去了 我也是可能心太大了 我也是可能心太大了 然后就觉得不回不回吧 但是今天她把这个表达出来了 带我重新又看了一次她的那个毕业演出 然后说出了她的遗憾 很是我也感觉遗憾 我觉得自己这个事情做得非常不对 以后会多多地去关注她 多多地了解她 希望以后还能更多地了解吧 八十九点五分 什么意思 一点五分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听见爸妈妈化妆啊 然后给她逛街的过程 我觉得我也更了解她 就是喜欢什么风格的衣服啊 适合什么样的妆容啊 然后她脸上的皱纹啊 又多了解到几条二 我以往的了解就是比较是T恤配裤子 然后呢T恤叠加 就是各种T恤 可是今天呢我觉得妈妈其实会愿意尝试 不同风格的剪裁的衣服 比如说是黑色的 黑色的呢可是她的那个剪裁啊 可能是可以有一点点特别 有一点点细节在里面 其实妈妈都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是说她挑了一件就是 西装外套很喜欢 然后那个西装外套平常也不是她会喜欢穿的风格 可是她就是多了一个小披风的一个设计 可是她很喜欢那件外套 所以我觉得其实妈妈其实是可以接受 不同剪裁跟新的版型的东西的 妈妈的眼睛跟我很像都很大 那适合就是眼妆可能不要这么的浓 眼影可能不要这么深 可是终于在睫毛部分 可以打点腮红气色也会比较好 今天出门跟妈妈出门就是看到她就是有化妆的样子 我感觉她也变得更自信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又比之前更了解了 1.5分 我觉得我对妈妈的了解还是挺多的 毕竟认识她这么长时间 然后也跟她朝夕相处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给自己一个上升空间 满分是99分的话 我打一个极力的数字就是88分 那你觉得剩下少的那11分 可能会少在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是更多是在面对新鲜事物 或者是去探索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充满好奇和活力的妈妈 是我比较少见的 然后我也希望不管是通过这次的旅行 还是什么能把这个分加到99分 我给我自己打的99分 我觉得又多了一些事情 让我更了解他们 所以给自己加了1分 希望这个分数是一直往上涨的 我给自己91分 80分 对 我记得被踩的时候 我还打得蛮高的 今天直降到80分 也就是我一直以为安安静静的 没有很多人 然后回到老家的时候 救他呀 爸爸就挺好的 但没想到原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热闹的 而且是享受热闹的 这个我真的就蛮意外的 我对女儿目前来说还是不非常了解的 所以打85分 今天我对女儿的了解又多了1分 今天打了89分 我觉得女儿今天更懂我了 今天对妈妈的了解又多了6分 没想到我的妈妈还挺开明的 她没有完全的强加给我她的意志 然后虽然她很期待很希望 但是她还是愿意让我自己做主 79分 就是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吧 其实我觉得工作了以后 我跟妈妈之间就是很久都没有说有这么近距离 或者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待在一起接触啊 或者什么的了 就这两天我觉得以一个成熟了的我 对妈妈的了解就是更深一步 这个两分的长途 在你的心里大概是有什么 已经很厉害了 我这个人心里就是会有一个小本本 就比如说我跟你关系很好 但是你有一件事做的可能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不会说直接觉得你怎么样 我会计分 就是扣分 递减或者递增 假如说我觉得你是一个60分的人 但如果可能我扣到了40分或者30分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可能就少接触少联系吧 就这样子 所以说两分在我心里就是很高的分 今天打80分 今天让我了解的 了解它是我原来不知道的 是它的另一面 今天给的比昨天要高 而且高是很多 实际我还想再高点打 但是留有余地吧 希望在过几天的旅途吧 我能更多的了解它 了解它之后我才能更好的来关注它 更好的能为它去多做一些 能为它做的事情吧 能为它做的事情吧 请不吝点赞 小红书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 澎湃新闻 特别合作 育儿网 妈妈网 美图秀秀 讯飞输入法 拜拜直播 应客直播